接着是读经 我们今次的经文是在《歌文多》的前书四章十四至十七节 我写这些不是要你们感到羞愧 而是把你们当作我亲爱的儿女来劝戒 其实就算你们在基督里有上万的导师 却没有很多的父亲 因为是我在基督耶稣女藉着福音生了你们 所以我劝你们当效法我 为了自己言故 我派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 他是我在主女又亲爱又忠心的儿子 他会使你们想起我在基督耶稣女的行事为人 正如我在各处福教会中所教导的 接着下来是我们的牧师 作课和牧师为我们的精度 题目是《学校保乐》 作词之前有名学 الج通过,有说明一点 Werner也会在当中领导的 大家分享神的信息 我们开始之前有一个讨告 祝主耶稣基督靠祢的灵都轮到我们的当中 祝祢亲自去教导我们 让我们知道祢的仆人 保罗所说的就是祢启示的真度 让我们透过明白保罗所说的意思 祢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应该如何回应祢的呼召 祢的爱 圆主祢加力量 让我们所传所说的 都能够得主祢的称赞 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 和耶稣基督面致其道 阿们 阿弟兄姊妹 我想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会 我想是人的天性 来的 我们他喜欢学校一些的人 或者是一些我们尊敬的人 我们觉得他是 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去模仿他们所做的事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去高举人 我们只是敬拜上帝 那位独一的主 我们的上帝 但圣经也同样都告诉我们 如果在我们身边里面 我们那些人是去效法耶稣基督 是跟随耶稣基督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他们立下了这个好的榜样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去效法他们 因为最终他们是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忘了拿那个 所以有这个经文 我可以给大家看到 圣经是这样去教导我们 那些有信心的人 是没有在上帝的真度上 是忠心去效法的主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可以去效法 例如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二节那里 他说的是 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 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接着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七节那里 他说从前引导你们 全神之道给你们的人 你们要想念他们 效法他们的信心 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所以圣经是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如果在我们身边有些效法 主耶稣基督好的榜样 我们都需要去效法他们 保罗自己在他的书信里面 例如是这个贴薩罗尼加前书一章六节 贴薩罗尼加后书三章七节九节的时候 他也是鼓励那些人去效法他 因为他是在效法主耶稣基督 最明显的就是在我们今天 在这个书信哥罗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那里 保罗是这么说的 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 圣经是鼓励我们在我们身边里面 如果有些弟兄姐妹 立下好的榜样 是跟随主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效法他 但是最终最终 我们只效法一个人 就是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不高举人 我们不去崇拜人 我们只崇拜我们的主 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最美好的榜样 今天我想透过今天的经文下 在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四章 十四条第十七节的时候 想和大家去看看 帮保罗讲话 效法保罗究竟是什么意思 特别是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 那个上下文 在他的段落里面 保罗究竟是什么意思 当他说效法我 当然我们知道 当然是效法主耶稣基督 但是特别在这个处境里面 保罗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我们的 着重在这个讲道里面 着重的点 当保罗他说效法 保罗 效法我的时候 他是 我们要留意一点 保罗是以一个维护之心 是说这一件事 在之前的时候 我们知道 保罗都在他哥林多前书 一章至三章的时候 他都有强调他自己的使徒的身份 但是来到第四章的时候 卡洛你可以说是一个可以转入到一个 五章至到第六章的一个段落 的一个转机 转接的时候 保罗可以说是完结了在一至到第三章里面的教导 而在第四章里面 他有一个是对当时的信徒 有一个是勸勉 或者你可以用英文说appear 希望他们要做一些事情 他就是 不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使徒的身份 我是使徒你要听 我说的你不可以回答 不是这样的态度 保罗是以一个的 为父之心的态度 去勸勉 当时那些是哥林多的信徒 我们看看这个是新汉耳译管 我列了出来 他说是 我舍舍舍不是要你们羞愧 以是要劝戒你们 好象劝戒我亲爱的儿女一样 但原文基本上是没有再出现 好象献戒我亲爱的儿女一样 其实原文在那里说 要劝戒你好象我亲爱的儿女一样 但是新汉语的时候 他尝试把这个意思表达得清楚的时候 再加多好象献戒我亲爱的儿女一样 但一个重点大家知道的就是 就是保罗去劝戒当时的信徒的时候 他是看那些信徒 实际上是他的亲爱的儿女一样 所以他坏了一个为父之心 是在做这件事 接下来说 他说你们在基督里 即使有万千个导师 有些的译本是译成是啟蒙教师 有些译成是教师 却活有很多父亲 因为我是在基督耶稣里 藉着福音生了你们 所以保罗和哥林多信徒来说 是一个很特别的关系 因为保罗在他宣教的路程里面 去到哥林多的地方 去传港上帝的福音 当时的哥林多人信了主 所以保罗就好像是他们的属灵的父亲 实际上就是福灵的父亲 因为保罗传港福音 他们信了接受了 对保罗来说 保罗就是用福音生了这些信徒 保罗说了一件事 你们在基督里 即使有万千个导师 却没有很多的父亲 究竟是在说什么 其实在中文里面 导师、教师 就不是真的可以反映到原文字的意思 英文的译本NIV是比较好些 因为它译成是guidance 即是引导者 实际上这个字 保罗用这个导师或者这个字 反映了当时希列罗马文化的一种情况 就是当时来说 这些小孩在一个家庭里面 在一个家庭里面 他爸爸 在他小时候 他爸爸不需要 每次都是去教导他的 他身边有一个 所谓的 我用一个字眼 保母 说保母 带了他回回去 有时 merchandise 这个边是比 times 眼中社会里面 主要带着 KENNETH 他们也可能在道德上 都会教他 寺书留院都教着他的 通常这些 Ponem 都是那些奴隸 导师 在这个情况 形容她和塚陈多教会信徒 他说你们有万千个导师这些所谓的保姆 但是这些保姆只是他完成他要做的工作 对于他来说他只不过是他主人的儿子 所以他做这件事 基本上那是没有一个很深的关系在里面 但是父亲就不同了 父亲所做的一切都为了儿女的好处 保罗想哥林多的信徒明白 他来到第四章尾的时候 他想去明白他没错他是使徒 但是他不是用使徒的身份是要压你 当然如果他们不听话 保罗也会这样做 在信里面有这样的表达 但是最主要的一件事 他是以为父的心 去劝戒当时的信徒 因为他需要有更正的地方 需要有改变的地方 一个父亲怎么能看到自己的儿女 落在一些败坏的路途上 他不会劝戒他 不会指导他 跟正他 柯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 很久是这样说 他说 在第一章的第八节 他说 他必坚固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 也无可指责 当保罗在 在柯林多前书开头的时候 他的讨告 他的讨告 他指责 这个就是为父之心 做的一件事 父亲永远 正常的父亲 正常的父亲永远 所做的都是为他的儿女的好处去做 希伯来斯说得很好 他说父亲是什么呢 父亲是要管教 是为了我们永恒将爱的好处 保罗也有这个为父之心 他为了柯林多信徒的永恒的好处 以至是去劝戒他们 所以大家看到 在这里其实是呈现了爱在里面 一个父爱对子女的爱 虽然保罗没有说明 这个是出现我的爱 但你会看到 你知道是一种爱的表达 在其他保罗的书信里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 我自己是去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 我发觉一件事是很特别的 在柯林多前书的结尾的时候 保罗从来没有在其他书信里面 这样说过 但在柯林多前书里面 他是这样完结 他最后一句说话 他说 我在基督耶稣女的爱 我在耶稣基督女的爱 与你们众人同在 阿们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完结的时候 保罗不是说 我是使徒保罗 我的命令 你要遵守 保罗说 我在主耶稣基督女的爱 是和你们同在 所以基本上 哥林多前书 保罗对信徒的劝戒 是基于父爱的基础里面 我再强调一次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你都会看到 保罗尝试用他使徒的权威 是他劝戒那些信徒 但实质上 他是用这个父爱的态度 是他劝戒那些信徒 这个是 我想对我们来说 上帝是借着保罗的教导 让我们去 看到上帝想我们做什么 但我想是 首先 我想我们在当中里面 有这个弟兄姊妹 是很蒙福的 上帝选招你们 在教会里面 做这个教导的工作 是不是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做教导的工作 起码你一定要有个 生命的成熟 对圣经有一定的认识 你才能做这个教导的工作 是不是 如果不是你很容易 会教错人 更加重要的就是 你能够在你的言行当中 你能够是活出基督福音的信仰 的真理 这个更加重要 因为我们基督教 不是他主张只是去说 但不会做的 我们都要去学校耶稣基督 是活出这个基督的生命 我们才可以去新教 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我们当中里面 感谢上帝我们当中里面 有些弟兄姊妹 是被呼召出来做教师 教导的事工 弟兄姊妹 当你去做教导的事工的时候 是很不容易的 我告诉你 当中里面 你都经历过 这些事情 是经历的了 你去教导 按着真理教导的时候 我们照着说 保罗当时面对的挑战困难 都是一样的 他虽然身为他们属灵的父亲 但是当时那些 那些林多信徒做什么 亨党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波罗的 甚至有些是属彼得的 你会看到当中里面 对保罗是没有尊重的 保罗在那个教导当中 他要申明自己的使徒的身份 所以做教导的工作是不容易的 但是保罗从来都没有失去一样东西 是值得我们 在主里面 是他接受教导时工的老师们 在学校 保罗是 体会到一样东西 就是他们不是 和保罗没有关系的人 他是主 主里面的信徒 是保罗和福音生了出来的门徒 所以保罗无论面对这些 那么熟悉的林多信徒 他从来都没有失去那种信心 或者所有的爱心 是以为父之心 去教导这些信徒 我想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的信徒 如果你在这个教导时工上是侍奉的时候 值得一个很好的提醒 也都是上帝值得到今天的经文 是告诉你们 我们应该以为父的心 好像天父那样 去教 教养 劝戒我们身边的帝兄姐妹 那你会问 唉 我只是跟他们说 我不是做老师 我只是回来崇拜 跟着就是 崇完拜 听完一个很好的是敬拜 跟着很好的讲道 那就走 是吧 最多给奉献 跟着回到家的时候 跟着就尝试爱人如己 是不是 那就行了 那帝兄姐妹 我相信另外第二个层面 可以给你们 不是在教导事工上的 帝兄姐妹可以有一个提醒 也是上帝给你的一个信息 当有人去教导的时候 这个教导的事工 不是我们想立就立 是上帝呼召在教会里面 有些人做教导的事工 圣经很清楚地说 所以 当有人教导的时候 就是证明 当中也有人需要去更正 就好像多伦多教会一样 当我们去听教导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受教的心 请知妹妹 我们需要有一个受教的心 受教的心不是教师、牧师说什么 我就照单传修 不是这个意思 是一个很基本的 第一个是去领受上帝话语的态度 我们相信上帝透过上帝所立的教师在教会里面 当他们按着正义去分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 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 聆听上帝对我们所说的教导 背后有一个前置就是 我都需要成长 我很多时候 也都有犯错 有冤阅 我需要上帝的道 劝戒我 让我 不断地 成长 转化 能够是活出基督的形象 受教的心 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 就算你是老师 你也应该有受教的心 因为老师之中也有老师 是吧? 牧师之中也有牧师 是吧? 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 我们需要去聆听 有一本书是我很喜欢的 我很喜欢它的名字 我们宣度会在上世纪里面 一个已故的牧师 是六十年代出现的一位西人牧师 叫做图书 他被称为是先知中的先知 是教师中的教师 牧师中的牧师 他有一本书的书名是改得很好 中文名改得很好 叫做寿教的心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寿教的心很吸引我 因为寿教的心 正是反映了我们每一个信徒 那种渴望去追求 原意不断地去改变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理念 当中是第一个的 第一个篇里面 图书是这样讲的 他说圣经 他说圣经是用眼泪写成的 只有流泪的人才能得着里面最好的宝座 啊? 说什么呀? 图书 不明白啊 圣经不是黑白纸写明的吗? 怎会有眼泪啊? 怎会有眼泪啊? 我想意思是这样 很有意思 圣经以保罗为例 保罗所写每一封信 都是从心发出来 那种对当时收信人的怨言 而那种 写出来的每一个字 是从心底下的里面发出来 当他见到那些信徒不受教的时候 他真的流泪 你有没有看过保罗的书信? 他说他常常为肥立比的门徒祷告 为他们祷告的时候都流下眼泪 为父之心就是这样 所以圣经里面 所写的 是眼泪 用眼泪写成 所以我们的广东人说 什么心肠 等下想起 大东人走了 可能不够空气 那种心肠 为父的心肠 所以每一个字都是从心发出来 但是当修讯的人 听圣经的人 又怎样呢? 修讯的人可能看完 跟着就弃掉 真真正正 他说到流泪的人 那些修讯的人是什么? 能够有一个受教的心 听的时候 然后上帝 向他们说话 他们生命才有改变 生命才能够与神相遇的时候 当你与神相遇 当你的生命与神相遇的时候 你就会流下眼泪 为你的罪 为你的不配 为你的软弱 而流下眼泪 很有意思圖书这句说话 希望大家都是去 不单止是 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受教的心 但也都 特别是那些出来做教导的弟兄姊妹 保罗一个 立下一个很好的态度榜样 我们应该以为父的心 做这个教导的事工 另外第二个效法的东西 我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保罗的十字架路 十字架路 当你去看这段经文的十十六十七节 他说 所以我劝你们要效法我 因此我派了提摩太到里那里去 他事我在主女亲爱的 他不是只是我的同工 那么简单 他是我亲爱的 忠心的儿子 好像哥林多教会的人 你是我的儿子的时候 我现在派一个忠心 一个很好的榜样 你们可以跟随他的效法 因为他效法我 我也效法耶稣基督 这个就是提摩太 到里那里的时候 他要提醒你们什么呢 他要提醒你 我在基督耶稣里 是怎样行事为人 正如我在各地各教会所教导的一样 所以保罗他要派提摩太去的时候 可能有些事情是要去解释清楚 也都是最重要的 就是当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在那些言行上 他是离开圣经的真理 离开耶稣基督的榜样形象的时候 保罗要派提摩太去 寻信是不足够 要亲自派他的儿子 忠心的儿子 是向他们去解明 应该在主里面是怎样行事为人 在中文译本里面 在这里译成是怎样行事为人 我们很清楚什么叫行事为人 就是在我们的言行里面 在我们所做的所说的 都要去合乎圣经的教导 但其实在原文里面 不是这样的意思 原文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英文说 就是My ways in Christ 我在主里面的道路 当然你没有理由 只是译道路 道路可以在圣经的文学里面 都译成是 我们行事为人都可以这样译 但是当你了解到 在圣经 保罗说到是 My ways in Christ 的时候 他未必 既然圣经 是 保罗所说的是 没有 很仔细的指明什么的时候 他可能的意思 就可以 宽阔很多了 所以也有学者 提出你 保罗所说的行事为人 其实是在说十字架的路 十字架的生命 不只是效法保罗所说的行行 举止这么简单 保罗所说的是十字架的道路 举个例子给大家 是他知道的 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他说 第一章23节 我门却是传 即是保罗和一班是他同伴的人 我门却是传 钉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为伴脚石 在外帮人为鱼血 但在那梦照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 基督总是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保罗的生命就是高举耶稣基督 高举十字架的路 所以我相信在这里 保罗所说的 效法保罗 当他说行事为人 不只是简单说他的言和举止 而是说他的生命 而是效法主十字架 背上自己的十字架 那个十字架的生命 稍后我会给大家看一些例子 特别在这个同一章里面的例子 同时在第四章里面 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字 是一至三章没有出现 但在第四章出现了三次 接着你会继续看到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之后 也都有陆续的出现 这个是什么字呢? 这个就是自高自大 第四章第六节 四章十八节 四章十九节 五章二节 也是四章结尾的时候 转去一个新的段落 大的段落 五至六章的一个开始的时候 第二一个段落里面 一个字 它说 封闻你们在中间有淫乱的事 这些淫乱 连外光人也没有 就是有人收了他的族无 你们还是自高自大 接着我们看到八章一节 也都是在第七至到第十章里面 一个新的段落里面 都同样出现 就是吃偶像那些事情 他说 轮到祭偶像之物 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 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能做就人 接着最后一次出现 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那个都在哪里 十三章 大家最熟悉的哥林多前书的书 那套和合本没有 亦是自高自大 但是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 它说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张狂就是同一个字 原文同一个字 不自高自大 所以在《新汉语译》的时候 他尝试是他将这个字 是他一致的时候 所以他译造在这个十三章 这一节里面 他译成是不自高自大 那弟兄姊妹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我相信是 我们去看的时候 为什么当时那些信徒 生命里面出现那么多问题 又有继母 又在祭偶像的事情上 自己想怎样做就怎样做 不考虑到对方 是隔离身边 帝兄姊妹的信心之与似女 保罗因为他们在当中 他们就是不成熟 不成熟的时候 他们在当中有纷争 有结党 就是一至三章里面所说 所以当保罗说 要效法我的时候 他在第四章里面 是他介绍了一个字 自高自大 同时也是他表达一个 负面的例子 就是你们 你们出现那么多问题 就是因为你们 自高自大 自己以为OK 自己以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保罗特别在他 做一个对比的时候 在第四章里 他讲到一件事 一个 怎样为之是十字架 生命的人是什么呢 第四章的第八至到第十四节 第九 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 保障定死罪的财犯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气 吸世人和天使观看 我们为基督的缘故 算是如绝 你们在基督里 赌视聪明的 我们软弱 你们赌江强 我你们有荣耀 我们倒被藐视 直到如今 我们还有又基又磕 又赤身露体 又挨打 又没有一定的住处 并且劳苦 亲手做工 被人咒骂 我们就要祝福 被人逼不的时候 我们就忍受 被人委绑的时候 我们就善劝 直到如今 人把我们看 作世上的污蔑 万物的渣宰 保罗他形容他自己 一个十字架的生命就是这样 他为基督的缘故 他传福音 因为他传福音 因为他为这个福音的缘故 他自己的生命 摆上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是要受人的 是去弃绝 他在挨饿 挨打 因为他挨打挨饿的时候 那些信徒得出了造就 因为他能够 去到他们的当中里面 所以多能多的信徒 他们能够得着造就 那是一个很对比的例子 效法保罗 保罗是列出了 他们的例子 他的例子就是 他 一个所谓十字架道路的生命 是什么呢 一个犧牲的生命 不是一个自高自大 自以为是的生命 我想这一段经文 给我们一个是 教导 上帝都想我们是知道 我们要效法 基督效法保罗 我们能不能够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情愿十字架的生命呢 所谓什么十字架道路的生命呢 就是我们所做的 是去建立弟兄姐妹 不是自大 自我的一种生命 帝兄姐妹我在这里 圆弟兄姐妹 都捉住两点 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 教导我们 我们是要效法基督的时候 我们记住 我们是以为父的心 去教导帝兄姐妹 帝兄姐妹都应该有一个受教的心 效法保罗 在这里的意思 保罗在这里的意思 是说到保罗那种十字架的生命 十字架就是基督为我们的好处 为我们的救恩钉在十字架上 使我们能够得着 以上帝和好 我们同样走一个 背上自己的十字架 走一个十字架的路的时候 我们活着的时候 就是要去成全弟兄姐妹的好处 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好处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主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走到这个十字架的路的时候 我们可以为身边的弟兄姐妹 去写身 为他们的好处 在天国的好处 而是付出 不是只是想拥有 而是付出 因为主耶稣也说过 施笔就更为有福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 阿们 谢谢大家